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24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我们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基础命令片里面的网络配置管理的相关命令 那么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基础片里面,我们对于网络配置的管理 我们只要求给大家掌握一个查看网络连接相关信息的一个命令 那么主要是PIN这个命令和IFCOMBIG这个命令 PIN这个命令呢,我们说它是指的当前机器与另一台机器的一个连通状况 对吧,其实就是有没有连通,对吧 我们可以用PIN后面跟上一个主机 如果它有回复就是连通的 而且它还可以这个PIN一个回环,还可以PIN回环地址 对吧 至于这个显示详细信息呢,我们也试了一下,好像是不行 然后呢,那个IFCOMBIG这个命令呢,相当于Windows下的IPCOMBIG 它是可以用来查看我们当前这个机器的网络设备卡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包括地址,IP,网关,职网页,码,对吧 然后也可以进行激活和关闭,还可以进行修改它的IP地址 那修改IP怎么说,它只在当前修改的这个里面有 对吧,如果你重启了这个系统,它又没有了 那你想要永久生效的话呢,那么必须要去配置文件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进阶篇重点来说,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 好,这是我们上纽课的主要内容 好,那么到上纽课为止呢,网络配置完,管理讲完以后呢 那么我们整个Linux操作系统命令使用的基础篇这个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全部介绍完了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它的第五个部分 就是关于Linux应用程序的安装和卸载这个基础部分 那么在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基础篇里面 我们对于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一个介绍 基本概念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具体的安装和卸载的一个实践操作 我们会放到进阶篇来讲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这部分主要内容呢,我们主要就是让大家首先要知道了解常用的软件包的名字格式 以及了解一下五光头下面三种软件安装方式 重点就是知道这三种软件方式的一些命令 然后呢,有一些什么DB啊,DB啊,RPM啊等等这些名词要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Linux操作系统上应用程序安装和卸载的一些基础知识 有哪些啊,第一个我们要理解 Linux软件安装包它的一个概念啊 什么是软件安装包 所谓软件安装包有点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的安装程序 比如Windows下打好包的安装程序是exe文件 但是在Linux系统下打包文件通常是TAR 打包格式呢,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打包文件可以自定义一个后缀名 你可以自己定义,比如TAR.ABC 这样的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是 在Linux系统下,常见的软件包的名字格式是怎么样的 主要啊,现在在我们的两大类 无邦图和红帽子里面呢,有两类 一个是RPM,一个是DB RPM这个呢,实际就是红帽子系统中定义的软件包的文件格式 而DB呢,是无邦图下面的主要软件包的安装方式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它的软件包的格式 也就是以后你看到这样的文件 你不要觉得陌生 你要知道它是在什么 哪个Linux系统下的安装包格式 那安装包具体的格式规范是什么呢 具体不同的安装包格式规范 你可以到具体的官网 你可以去查询 那么了解了它的 常见的这个软件包的相关的名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常见的Linux系统下的安装包的命名格式 它的安装包命名格式往往都是软件包的名称 然后跟上一个下滑线 然后给出它的版本号 然后呢,短线后面是一个修订版本的版本号 然后呢,给一个下滑线 然后是体系价格后面给上点 加上一个扩展 每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你比如说下面这个 APPT2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序管理工具 对吧,那它就是名字 版本号 然后修订版本 名字 下滑线 然后体系价格是 S386的体系价格 它是属于DB DB是什么? 无光图下面的 那同样这个也是吧 这个是什么? 软件包的名字 然后版本号 然后修订 然后体系价格和它的扩展名 对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么了解了软件包的相关的概念 也知道了常见的软件包的名字 那么在Linic系统下 安装和携带应用程序 到底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呢 我们说常见的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软件包来安装 那软件包安装呢 它是一种离线安装 那么主要用的命令呢 是DBK DBK 然后这个 DBKG DBKG 那么DBKG呢 我们用的时候呢 主要有 两个 一个是安装 一个是线的 安装呢 我们是用的-i instell-i的一个缩写 后面会跟到这个软件包的名称 然后另外一个移除包和配置文件 就是删除包和配置文件 是DBKG-P 这种大写的P后面跟上这个名称 注意这个地方移除的这个东西 它是你安装以后的那个软件包的名称 不是你这个你安装时候用的这个 你一定要去查询一下它的名字 第二种呢 就是原文件的编译安装和卸载 所谓原文件的编译安装 就是说你咱们到官网去直接下载原文件 然后在这套原文件里面呢 我们来安装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么三个步骤 首先先执行下下来的这个原代网里面的配置 configure 配置 配置完了再执行Mac编译 编译完了再安装 安装你可以用Mac install 你也可以自己拷费到相应的和执行目录下面去 对吧 那一般我们这个要方便一些 这是原文件的编译和安装 另外一种呢 就是程序管理包的在一起安装和卸载 为什么会有它呢 就是因为我们原来使用这种安装包离线安装的时候 它是直接下下来直接装 对吧 所以说它什么 它无法更新 无法自动更新 每一次都要自己去升级 那我如何能够去更新呢 而且甚至这些包它还有一些依赖包 你不见得能够安装完全 你还得安装依赖包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它的这个弊端呢 可以让它自动的找去依赖包 自动的去更新 对吧 那就是这个自动化的程序管理包的在一起安装和卸载 我们要用一个程序管理包的工具 叫做apt code 对吧 apt code的里面所支持的命令 安装呢 是apt-get install代表安装 给出软件包的名称 而卸载呢 是apt-get 然后呢 remove 然后加上一个选项 perge perge是一个完全卸载 然后跟上你的有卸载的这个软件包的名称 ok 这就是我们对于在linux系统下 你要进行应用程序的安装 你要理解相关的软件包的一些概念 软件包的格式 软件包的命名 那么以及在linux系统下 安装我们的应用程序主要的三种方式 那么这三种方式里面呢 我们主要用的呢 还是第二种跟第三种 而第一种呢 由于它的这个 需要不断的更新 手动更新升级 而且它有可能依赖包 由于依赖包还安装不了 对吧 所以我们用的不多 但是这三种方式具体是整套装的 我们会在进阶部分 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演示 好了 那么本讲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